字幕製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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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羊羊脫單 在自己的YT影片裡因為一張沙發 就宣告自己脫離單身狗的行列 雖然說這是玩笑話 但這句話最近可能成為現實了呢 就在1月5號木曜寺團隊聚餐 身為主持人之一的羊羊當然也有出席 只不過就在進餐廳前 他一個揮手 有一名男子立刻跟上 此男頭上罩著臉身帽 臉上戴著口罩 乍看之下好猥瑣 餐廳就定位外套脫下 這個Cosplay 令人假的男子 就是我們的創作材質 盧廣仲 是說盧廣仲曾經自己講過 他對美食沒有特別欲望 那本堪合理推論 出席這段飯局 案情恐怕並不單純 真相到底是什麼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吃完飯大家正常閒聊 拍手說喪跪 盧廣仲自己上車 羊羊上了計程車 兩人看來好無交集 如果你也是這樣以為 那真是太單純了 因為就在羊羊回家不久後 又在出門 而目的地是 沒有錯 熟門熟路的跟樓下的管理員 伯伯打招呼 一看就知道不是第一次來 羊羊進入了這種社區 就是盧廣仲的家 而且羊羊彷彿是進入到黑洞 這一進去直到深夜 都沒有人再出來 可能因為我的愛情的故事 就已經寫完了吧 需要新的靈感的時候 我就會想想佛摩 盧廣仲之前上李柯太太節目才說 自己的愛情故事都寫得差不多了 現在被本刊發現 疑似跟羊羊有點什麼 看來下張專輯的創作靈感 應該是有著落囉